電動車的部分我們有推測丟 還沒有這次推測 但是我們內部已經都在跑了 都在亂了 就是S3的電動車 納茲姐必須不斷的投入產品研發 那以目前納茲姐研發的幾款車 五、六款 大概一款車的研發成本大概60到70億 也就是說Live Cycle的概念就是 五年要賣到四、五萬台 一年要三萬台 一年一定要到三萬台才BREAK EVEN 當之納茲姐的銷售公司只要是 5月30 我們跟東風針對東風玉龍最近幾年經營 確實很不理想 過去那股東可能關耐太多了 所以後來就認為說 這家公司應該走向市場經濟 除了重新改造以外 搶品的部門要跟著市場走 唐納茲姐還是會有少部分的檢測 銷售到兩萬多台那是沒有問題 那就可以把它超過損一片一點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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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